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伸直以后它的高度恰好就是琴弦的高度 也就是说这个琴弦的高度大概相当于我们平时看书的时候桌子的高度 但是在弹琴的时候桌子就要减掉琴的高度 所以座椅和琴桌的高差大概是21公分左右 也就是8英寸左右 那么在大家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自己做一个比较矮的这个桌子相对来说 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把琴凳垫高一点 把这个座椅这样垫几本书 这让它琴桌面和座椅的这个高差在21公分左右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坐的位置 那么古琴上面 我们身体的正中应该是对着四灰半 那么这个是四灰 这个是五灰 4.5的位置 也可以理解成你的心脏的位置 对着五灰 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偏左的 心脏对着五灰 或者是身体的正中 对着正对着四灰半 这样一个位置 而身体和琴之间的座椅 当你身体做的中正以后 大概和身体和这个琴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两拳左右 而当你演奏的时候呢 身体稍微有点前倾 身体有一种拥抱着你的乐器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 琴身体和琴面之间的距离 就大概是在一拳左右 比一拳稍微多一点 以这样一个相对的跟琴的位置 这是比较合适的 第三 在弹任何曲子 做任何练习之前 养成好的习惯 我们把 左手 放在九灰半的位置 九灰到十灰之间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这样当你弹奏空弦的时候 在鼓琴里面叫散音 这个时候 我们的左手 有一个地方 可以放置 这个手 不按弦的时候 要习惯性的 放在九灰半的位置 九灰和十灰之间 这样一个位置 好 这是起始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在我们正式上课之前呢 学习具体的执法之前 如果大家希望跟随我这个视频 学习鼓琴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买两本书 那么第一本书叫做 《雨水山 鼓琴练习曲集》 这是我写的 我们会用到这里面的练习曲 前面的文字部分 对家家认识鼓琴 鼓琴演奏 鼓琴理论 鼓琴的弦法 鼓琴的调势 都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会用到练习曲衣 这是第一本书 第二本书呢 是非常经典的鼓琴曲集 希望大家能够买到这本书 鼓琴曲集 我们会用到这里面的曲子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第一个执法 这个执法叫做钩 鼓琴有两种 两大类单独的执法 一种是叫入旋 一种是叫初旋 那么入旋呢 就是当你的手指的运动动作 是在向你的掌心方向运行的时候 这个叫入旋 当你向由拳变成掌的时候 和掌心方向相反的 这个的运行的运指的方向 这个叫初旋 这个叫初旋 这个叫入旋 第一个执法 也是鼓琴里面用的最多的执法 叫做钩 钩就是中止的入旋 也就是中止 由直变弯 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动 这个执法呢 叫做钩 我来演示一下 钩 这是钩一弦 那么钩这个执法的要领 在钩之前 把你的手放在那根弦上 要钩一弦 就放在一弦上面 那么演奏的位置 是在一挥和月山之间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手放在一挥和月山之间 放好了以后 无名指 保持在旋上 中止和食指 抬起来 这时候 中止 几乎就是直的 而食指呢 可以稍微带点弯 也可以直 下一步 中止由直变弯 触旋发声 触旋以后 手指 要自然的停靠在 第二旋 我把它叫做 相邻的内旋 靠近身体的叫内旋 离身体远的叫外旋 那么当你勾了一根弦 勾完之后 这个手指 就要停靠在相邻的内旋 这个勾的动作要领 当你勾下去的时候 触旋的一瞬间 你的无名指要放开 勾的一瞬间 无名指放开 勾一弦 勾二弦 勾三弦 勾四弦 勾五弦 勾六弦 勾七弦 那么勾七弦 就没有弦可靠了 这个时候 手掌要尽量的不动 停在那里 停在原来的位置 这就是勾的指法 那么勾的指法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 就是 手指 手指 手掌 和手臂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尽量的不要去移动它 尤其是手腕 手腕 保持同样的角度 所以这就意味着 当你勾完一弦 要勾二弦的时候 手臂要向后 再勾二弦 勾完二弦 手臂还要向后 勾三弦 手臂向后 勾四弦 这个手臂向后的动作 就避免了改变手腕的角度 假如你没有这个手臂往后抽的动作 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手腕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变化的 这个变化是不好的 它改变了 这个勾弦最有力的位置 所以我们每次勾弦都要调整 整个手掌和这个弦的位置 是在最有力的 最佳的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运指的方向 是和琴面 琴的 琴是一个弧面 但是跟这个琴面的切面 是乘一个大概45度向下的这样一个 45度向下 这样一个运指的方向 好 这就是勾的动作要领 谢谢 谢谢